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是没有了 双手是没有了 因为是最靠近的鲍鲍鱼 然后可是你有穿黄包衣和红包头盔 气胸啊 然后一直吐血 在救护车上面一直吐血 可是胡思佳有时候你一直叫 不能昏迷过去 然后他一直吐血 可是那时候感觉上就好像没有那个 不要走 民国八十一年四月二十八号下午两点四十分 知名素食连锁店的宽达总公司接到口课电话 听不清楚后果你自己负责啊 新一路往世贸 过宋人路 对面第一支电线杆 上面有指甲 赶快去拿 同时间 歹徒也在总公司后侧四维路附近的停车场 放了指示条 警方找到一个饮料玻璃瓶 里头有一张长十五公分 宽五公分的便条纸 以电脑打字指出 民生东路敦化北路口的民生店 放了一颗炸弹 分锁六百万元现款 全部都要一千元的旧操 警方改个现场 在数十遍民生店南用厕所里面的一间天花板内侧 发现一个半金桩的茶叶罐 上面写着木洞炸弹 四点四十五分 立刻疏散店内的客人 同步通知刑事局特一队来处理 同时值班的杨继张 和柔道比赛回来的刘映中 葛永鑫以及组长李东平 带着防暴装备前往 而热心负责的杨继张 认为自己是值班 自告奋勇 由他换上防暴装上诊 我是最靠近继张 然后就差不多 他是在里面 走三步就... 因为左边是女厕所 我是通道 然后我是右边进去 差不多两、三公尺而已 然后有一个女儿巧 短头一个耳朵 就贴在那边 然后靠近 然后跟他对方 要知道他做到什么程度OK 好,这样子 然后最后一个动作的时候 就是要放绳索 然后吓它走出来 然后拉到外面去 然后我们就拉扯引爆 结果很大一个声音 很沉重的声音 啪的一声 然后你马上耳朵就听不到了 瞬间强大的爆炸威力 造成杨继张双手从卵部以上 五到十公分处 起根炸断 血肉模糊 防暴头盔炸裂 防暴装里头的钢板凹陷 他因为内脏被震碎 急救四十八分钟后 最后仍然伤重不治 我们是很内族 因为在拆的官方有跟他提到说 是不是要换手 他是一个坚持说换班就 今天是我的班就我的班 不要 一下子就走了 一下子就走了 遗憾的是 歹徒曾在爆炸前四小时电话里 告知松仁路的东区电信局对面草丛内有一个说明弹 会教怎么拆除水银式炸弹的方法 但是第一时间没找到 直到发生爆炸两小时后 二度寻找才发现 却已经来不及 但是数十店面对的炸弹威胁还没结束 隔天下午将近两点 永和店二楼南用厕所天花板发现了炸弹 前往查看的店箱里陈建中被炸成重伤 在旁边的服务员杜嘉庆 也难以幸免连坐在厕所外头 用餐的两名国小学童也受到碎片波及割伤 15分钟后换成了零森一分店 南侧上方又发现茶叶罐炸弹 立刻疏散顾客防爆小组顺利一包 这家数十连锁店下列全国57家分店 全部暂停营业 这是七十一年引进台湾以来 面对最大的开业危机 歹徒勒索的六百万 数十店决定不妥协 我们绝对不会低头 他们昨天据我所知道 在警方所得到的这个纸条里面 提到六百万的一个勒索金 这点我们绝对不会给他们 数十店将勒索金额加倍 作为巡赏奖金 加上警方提供的一千万 总共两千两百万元 成为当时历年来赏金最高的案子 此时警方根据募集证人 所看到歹徒面貌 绘制画像 化验炸弹 发现有TNT黄色炸药的成分 这是我国军方主要用的炸药 威力惊人 管制严格 而且水银炸弹制作精密 怀疑歹徒有军人的背景 或者具有化工知识的专业人员 接着从四张恐客纸条进行分析 两张是电脑打字 两张手写字条 是用纸一痕一束刻画出来的 最关键的是 纸条上面找到的两枚指纹 进而锁定没有前科的 二十九岁男子陈希杰 警方重兵出动 却让他从通往隔壁洞的楼梯脱逃 有一次我过生日 他在当兵的时候 他没有钱 用一张纸花了一个三层蛋糕寄来 我相信他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警方找到陈希杰的菲律宾籍女友罗莎 二十七岁的她 菲律宾大学会计系毕业 离过婚 两年前陈希杰到菲律宾旅游 相试相恋 却因为没有钱 迟迟没办法结婚 封给母亲表达歉意 并且透露出寻短意图 最后署名 罪该万死的不孝儿阿杰 据说有今生的念头 我希望你不要做傻事 警方攻坚将睡梦中的两个人逮捕 陈希杰逃亡十二天 终于落网 派一供出在哪些店家 购买制作炸弹的材料 这里买什么东西 水银刚刚在这边买的 全部这个就在这边买的 差不多了 前半现场磨灵 如何将制作好的水银炸弹 放置到天花板上 从这边飞上去的是吧 从这边飞上去 然后放在旁边 可以可以 那你当初不怕这个会爆吗 因为这时候开关还没有拉开 开关没有拉开 随便动没有问题 所以让你放上去了以后 你才把开关这个 给了线 那你有没有再把那个 天花板 天花板有在护院 然后你再下来 黄色照耀TNT 潘哲明共称 是他退伍前参与工兵部队演习 偷来的 部阻碍小组了解两人的背景 陈希杰 南港高工配管课毕业 服役时胜在彭湖海军 担任夏制建筑兵 从事水电工 曾经卖过茶叶 潘哲明 土木城包商 痛闲的时候开检车 两人只靠化工书籍 加上自己的电工专才 总共制作了11枚炸弹 勒赎600万 就是想要筹错结婚经费 不料却炸死了一名警察 简帮求出死刑 最后法院认为当时有放说明弹 教导拆炸弹的方法 没有故意杀人意图 陈希杰改判无际徒刑 潘哲明15年6个月 就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 可是也是尊重啊 无奈 要尊重我 我会觉得很无奈啊 这本来就是很危险的东西 为什么要这样子 一条一条 一个生命 然后一个家庭 对啊 这将就没有 一生就没有了 殉职员警杨继张 警专第七期 民国79年毕业 任职保育总队 计调刑事局特医队 当年只有24岁 才刚毕业两年 却在拆炸弹任务中殉职 他被追进一线四星分队长 也是国内首度有警察 陆寺忠烈祠的开端 他的父亲杨文光 国安局人员退休 曾经有十年在总统官邸 担任防暴事务 总是化险为一 没想到儿子却在任务中殉职 夫妻俩太伤心 从爆炸的那一刻起 再也不进数十店 杨继张当天穿的防暴衣 至今仍被珍藏在警察博物馆 杨继张以他的牺牲 换得其他弟兄的安全